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汽车和摩托车都是车 但是让很多人从两者中选择 估计都会选择前者 不光是因为汽车比摩托车多了个外壳 可以遮风挡雨并且提升舒适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后者可提供选择的品牌更多 品牌影响力更大 那样开起来也很有面子 但是您知道吗 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有名汽车品牌 也是靠生产摩托车起家的 开奔驰宝马一直以来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 宝马的品牌影响力也很强 直到现在旗下的汽车也很受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宝马汽车不是一开始就生产汽车的 从1916年成立以来 宝马研发的第一款发动机就是摩托车发动机 直到现在宝马还是在生产摩托车 只不过名气没有宝马汽车的 二 丰田摩托车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的丰田也是在中国汽车市场上比较畅销的日系汽车品牌 从1935年起 丰田就开始产产摩托车 而且因为其质量不错 受到很多中国消费者的喜欢 并且直到1963年 丰田才开始生产汽车 直到现在赤煞中国汽车市场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 三 同样身为一个日系车企 林木的摩托车同样在中国市场上很畅销 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工匠精神赋予了摩托车好的质量 这就是中国人喜爱的原因 直到现在 可能还是有更多人喜欢林木旗下的摩托车 四 不光是国外有着优质的摩托车生产企业 中国也有 立番就是典型的例子 凭借自身不断的努力 旗下的摩托车业务开展了风生水气 受到了很多国人喜爱 只不过现在的汽车业务还没有这么成熟 不过支持国产 相信立番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